按这个list这个接口之后呢 我们接着去讲这个detail这个接口 怎么去通过这个controller里面的返回价数据 然后再把这个接口给它拼接出来 现在返回的是这么一句话 然后我们到旅软器中一看 它返回的确实也是这么一句话 OK 然后我们就根据这些套路 都是一样的 甚至更简单一些 首先我们肯定要定一个函数 对吧 叫getdetail 这个函数 然后它要传入一个id 对吧 根据这个id来去获取这个详情 但是怎么获取呢 我们都先不管它 我们先去返回假数据 返回假数据其实就是返回这一拖就行了 我们假如说它查询的就是这个id等1的这个数据 好 然后把这个函数给它导出出来 导出出来之后呢 我们把它给保存一下 然后在这个地方 给它引入进来 给它引入进来之后 在这儿 我们就不能直接return这句话了 首先我们在这儿肯定要去使用它 对吧 使用之前呢 我们肯定是要获取这个id id就是那个url的参数 对吧 就直接request 这个query.id 就可以了 然后使用它的时候 把id传进去 因为这个还是我们定义的时候 是需要一个id的 id一个参数的 虽然说现在还没有用啊 但是肯定后码是需要用的 然后 执行它返回一个对象到data中 然后最后我们 return的是个什么呢 是一个 successmodel 然后把data传进去 好 这样的话 我们保存一下 保存一下 我们到这种其中一刷新 大家看看 刷新之后就变了 变了就是返回这个id等于1 然后 title content 还有那个author和create time 就是我们这个地方一直定义的这一些 好 get接口就已经讲完了 然后再讲那个post 下面的接口 全是post的接口 讲post的接口之前呢 我们肯定是要post data处理 我们之前讲post data处理的时候呢 讲过 我们可以把之前的代码 再简单的翻出来看一下 就是 大家记录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它是通过一个数据流的方式传过来的 就是一点一点把这个post data传过来 然后最后在end的时候呢 然后最终 或许所有的数据 但是这个有个特点的是什么呢 是一个eboot的 它是一个eboot的呢 那我们就得用eboot的方式来解决 但是eboot的方式呢 如果用咱们普通的方式来写呢 它会比较费劲 所以说呢 我们用一个promise的方式来写 用promise方式来写呢 我们就得先把这个promise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儿做了一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先把这些东西都关掉啊 把这个blog1这个文言 大家也合起来 然后我们在这个目录下 你随便一个目录就好了 我是在这个 当下这个demo的目录下 新建了一个promise test的一个文件夹 然后里面呢 建立一个index.js 然后里面什么都没有写 大家根据我这个套路操作就行了 然后我们到控制台中 把这个Ctrl-C停一下 停一下之后呢 我们到这个promise test这里面来 大家看这里面 有一个file文件夹 有一个index.js 其实就是对应着我们这个地方的 这个内容 然后index.js里面呢 什么都没有 file文件夹里面呢 有三个文件 一个叫a.json 一个叫b.json 一个叫c.json 这三个文件呢 是这样的 a.json里面呢 有一个next等于b.json message呢 是this is a b.json里面有个next等于c.json message里面有个this is b c.json呢 next是ne 就没有了 然后message里面的是this is c 它的意思就是说 a.json里面有个next 它指向了b.json这个文件名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next 获取这个文件名 然后再读取这个b.json文件里面呢 然后它有个next指向了c 对吧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c这个名字呢 再读取这个c.json里面的文件内容 然后就结束了 一共分为三步 好 我们先把它关掉 然后我们的需求呢 就是 首先我们要读取a里面的文件内容 然后根据a里面的文件内容的next 再读取b 对吧 然后再根据b里面的文件内容 再读取c 它是一个一连串的一个一部操作 因为每一部读取都是一部操作 好 接下来我们先看一下这个node.js 怎么读取文件啊 这个比较简单 我们就在这顺度的演示一下 然后在后面讲那个日志记录的时候呢 我们还会再详细的去讲所有的文件操作 首先我们要require一个fs fs就是node.js里面的原生模块 就是文件操作 然后再require一个pass pass也是node.js里面的一个原生模块 它是用来操作这个文件之间的路径的 我们要读取一个文件的时候呢 肯定要去获取这个文件的全名对吧 光一个单名字那不行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forfile name 使用这个pass.resolve resolve这个方法呢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拼接多个步骤的方式呢 把文件名拼出来 两个下方线 drname 两个下方线drname 就是当前这个文件的一个目录 这个变量呢 是node.js的一个 可以认为它是个全级变量 然后在这直接使用就行 然后我们的文件在什么地方 可能在这个files文件夹下面 对吧 然后我们的文件名叫什么呢 叫a.json 对吧 好 我们通过当前目录 然后再加上这个files文件夹 再加上a.json 就能找出这个a.json的一个绝对路径 就在我这个电脑中的一个绝对路径 然后通过fs.readfile这个方法 readfile这个方法 然后把这个forfilename给它拷贝进去 然后就可以读取这个文件 当然这也不是eboot的 对吧 我们演示eboot嘛 肯定要有找一个eboot的 第一个算数是error 第二个算数是data 我们读取如果是报错的话 如果error有值 那就是报错了 我们就把这个consulted error 把这个error给它抛出来 然后直接return 如果没有报错 就继续往下走 就是我们把这个data.toString 把这个sulted error形式给它代译出来 因为这个data 它读出来默认是个二进制的形式 我们得把这个sulted error形式代译出来 好 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读取文件的一个例子 它比较简单 但它是个eboot的 因为它后面有一个cullback的回调 对吧 我们用这个eboot呢 就是为了演示 接下来的那个promise 怎么去用 以及promise的一些好处 好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去运行一下 好 大家看我们运行之后呢 它确实打住了这个 adr.json里面的这个内容 对吧 好 那我们接下来呢 把它封装成一个函数 这个函数呢 我们叫了cullback方式 就是不用promise 用普通的js的方式 获取一个文件的内容 然后我们定一个文件名叫 getfilecontent 我们需要传入一个什么参数呢 肯定是需要传入一个filename 这个filename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这个地方的这个a.dc 或者b.dc 或者c.dc 然后我们还需要传入一个cullback的一个函数 因为我们是一个普通的一个eboot的处理方式 对吧 这我简单说两句 就是如果你到现在还不清楚 js这个eboot和回调这个机制呢 我觉得你就不要继续再往下看了 你应该去补一下js的基础知识 要不然的话你往下看也是比较费劲的 这一块是一个特别基础的东西 我们在导学中也已经说了 必须有gs的基本语法的一个基础 才能学这门课 OK我们继续 把这部分直接拷贝过来 拷贝过来 然后需要改的地方呢 就是这个a.dc 我们就用这个filename了 filename 然后就根据这个filename 获取它的全文件名 然后读取文件名 如果是有错误 就直接报错return 如果没有错误呢 如果没有错误 我们就把这个内容给它 放在callback中去执行 就是不打印了 直接去调用callback这个函数就可以了 但是呢 我们这个文件 大家看都是一个json 一个标准的json格式 是吧 所以说我们这儿呢 就把它变成对象 就是用json.pass来去处理一下 这样的话 这个data.toStream 它是自乎刷的形式 然后就把它变成一个对象的形式 然后就返回了 好 我们可以简单测试一下 简单测试一下 我们通过这个函数 然后我们传入a.json 然后callback里面呢 我们写成a.data 然后我们打印一下 比如说打印一下a.data 它是个什么东西呢 然后就把这个a.data给它打印出来 这个参数应该就是callback里面的这个参数 对吧 因为这个函数 它就是作为一个 这个函数是作为这个callback 给它传进去的 好 这样的话我们 先清一下 然后直接运行 大家看 a.data打印出来是一个对象的形式 对象的形式 然后next等于b.json 然后message呢是this is a 说明已经成功了 对吧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如果只获取一个文件的内容 也无碍 这个层次也比较少 也比较简单 我们继续 然后通过这个a.data的next 肯定是能获取b的内容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就是 直接用这个函数 来去读取什么 读取b的内容 b的内容在什么地方 在a.data.next里面 大家看 这个a.data的next 就等于b.json 把这个next作为这个文件名 传到这个函数中 然后接下来再弄一个回调函数 参数叫b.data b.data 然后我们跟上面一样 就是我们打印一下b.data的内容 好 保存 然后再去重新运行 大家看 edata出来了 b.data也出来了 当然这个b.data出来的前提是 我们获取了这个edata的内容 通过edata.next拿到文件名 然后获取了b.data的内容 对吧 我们继续 有了b.data之后呢 我们肯定是可以通过他的next 然后获取这个c.data的内容 打印一下 好到此为止呢 就结束了 因为c.data它再往下就没有了 对吧 所以说我们保存 然后再执行一遍 OK大家看 edata b.data c.data 这个文件的内容都出来了 而且它们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 获取了a之后才能获取b 然后再获取c 大家看如果是用这个普通的方式去做呢 会有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现在是三个文件 然后导致它翻了三层 大家看这是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如果很多的话 那这个 大家看这个函数的调用方式 就成了那个什么 就成了一个金字塔的一个形式 这就是所谓的GS 一个叫callback hill的一个东西 就是回掉地狱 它是一个非常可怕 非常恐怖的一个东西 所以说 基于这种问题呢 我们就使用promise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它会更加的清晰 更加的直观的去把这个问题给解决 好 promise怎么用呢 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个代码呢 先做一下注释 这两个函数先做一下注释 然后接下来用promise 获取文件内容 好 方法的名字呢 还是get file content 传用的参数呢 只有一个file name就可以了 大家看上面这个 我们传用的参数 有个file name和callback对吧 因为我们使用promise 因为使用promise 就是为了杜绝这种callback的 这种回掉地狱的方式 所以说我们肯定不会再传callback了 要不然的话 那就改不改 没有什么区别了 对吧 OK这个里面呢 首先我们要定一个promise 使用new promise来出的话 一个promise 然后new promise里面呢 需要全一个函数 函数的两个参数 第一个是result 第二个是react 后面些什么 我们先不用管 最后我们把这个promise 给它返回 这就是一个函数的一个基本形态 然后这里面的东西呢 其实跟上面很多 其实类似的 我们可以把这块给它烤过来 然后解个注释 好 这一步获取文件的全名 这个没有问题 然后通过全名去读取文件 这个也没有问题 然后如果是失败了 我们要干嘛呢 我们要执行这个reject函数 这个result和reject都是函数 执行这个函数 然后把这个error传过去 如果成功了 我们执行这个result的函数 我们不要再执行这个callback了 我们执行这个result的函数 好 这样其实这个promise就已经建完了 这个建完之后呢 你看起来 这一块看起来比上面是要繁琐一些 但是它的使用呢 是非常简单的 所以说 任何你看似的繁琐 它都是为了 让外面的使用更加简洁而设意的 要不然的话 它怎么会做那么麻烦 对吧 OK 我们看一下怎么用 如果这样的话 我们该去怎么实现这个功能 首先 getfilecontent 然后把这个a.json传进去 传进去之后呢 我们通过这个.zen .zen 然后传入函数 第一个算数叫adata 这样的话就可以通过这个.zen 把这个a.json的文件 文件内容给它打印出来 大家看一下 保存一下 大家看啊 通过之前这个函数 然后把a.json传进去 然后它最终其实是返回了一个promise 对吧 有这个函数返回的是promise 这一步也是个promise 然后promise有个.zen的一个方法 然后这个edata呢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这个resolve里面 我们介绍的这个参数 所以说是这个文件的内容 好 我们清一下 OK 大家看 edata已经出来了 对吧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去 怎么去搞定这个bdata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就行了 我们直接去return一个get file content 然后把这个adata.next给它穿过去就行了 好 我们直接return这个 接下来呢 我们还是要做同一层的操作 在这个z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去接收bdata 然后打印出bdata的内容 好 保存 好 大家看 adata的内容 bdata的内容 对吧 好 大家看有个地方需要解释一下 就是这个地方为什么 这儿返回了一个这个东西 然后后面.zen就能接收到了 它是这样的 promise里面呢 .zen这个函数呢 它是可以进行链接操作的 就是你看 我们这个地方是个promise对象 然后它是.zen对吧 它.zen完了之后 接着可以.zen 这个地方当然也可以继续去.zen 为什么这样呢 因为 执行这个返回的这个promise对象 然后这个.zen返回的也是个promise对象 对吧 正好我们这个地方 又return了一个promise对象 所以说它就原生的把这个promise对象给它返回了 这个promise对象 它是要获取这个bdata的这个文件名 对吧 所以说 .zen完了之后 这个正好是把这个bdata给它拿出来 同理我们这个地方只需要returngetfile concent然后bdata.next对吧 这样的话 这个.zen里面 这个cdata就有了 然后我们直接去打印它就好了 好 这是c 这是c 好 我们先执行面看一下 好 大家看 a b c 这样都ok了 对吧 都ok了 跟上次是一样的 但是这区别在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把这个函数折起来 我们先不要看promise里面有多麻烦 然后折起来之后 大家看 主要关注这两个函数 就是这个 怎么去获取这个内容的函数 这个地方 它是有三层 对吧 而且看着级别比较多 所以说看着就是很复杂 我们这只有三层 如果是多了之后 那就更复杂了 对吧 而且如果是每一步要逻辑操作复杂的话 那这一坨可能得写基本上代码 但是我们这个地方就比较简单了 我们这个地方它总归就有两层 而且不管你后面困扰多少个zen 它也是两层 对吧 第一层就是这个外面的这个执行 第二层就是这个zen里面的这个函数 然后每个zen里面的函数呢 都去return这个下一个要执行的这个promise 这个地方是return的这个a.next 也就是说获取b 这个地方是return这个b.next 也就是获取c 然后这个地方获取了c 如果还有d 还有e 还有f的话 那就直接去后面 点zen就可以了 多少个点zen都没有问题 对吧 这样的话 其实就是我们promise要做的一个事情 就是把那个callback的那种 一层一层一层迁套这种的方式呢 变成了这种点zen点zen的这种平铺的这种方式 来做 这样的话就比较简单了 最后呢 我们说一下 这个比这个promise更加简单的 还有一种方式 就是这个 大家可能也知道 async和await的这种方式 就是一步函数的这种方式 这个方式我们这节课也会讲 只不过会放在 我们再讲那个 call2框架的时候 我们再去讲 因为call2框架原生支持 这个async和await的这种调用机制 所以说我们先用promise来做 因为毕竟在工作中 不可能说你获取了这个一步函数之后 你promise就不用学了 其实应该是在工作中 像promise 还有这个async await的这种形式 应该是全部都很熟悉才行 所以说我们美国